这个内容 那么RB的它的转移途径呢 和我们其他的肿瘤不太一样 和我们其他的 比如说像史金母细胞瘤啊 最常见的比如说像零八瘤 二种肿瘤是不太一样的 那它的转移呢 可能各位专家都很清楚 它主要是一个情内扩散 还有原原石神经的 原石神经的转移 实际上它发生一个原创转移 比如说骨髓骨盒转移率 还是相当相当低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 那么就是临床诊断 这个我们在做一个孩子的临床诊断 完整的诊断的应该 应该就包括了它的单中眼 和它的一个具体的分期 那么如果是一个RB的孩子 它已经是有眼外期的话呢 就在出院诊断的时候 出院诊断的话呢 叫做是往梦骨细胞里的眼外期 全身转移期的话 亦可能就是具体到就是 见面取经到骨髓或者骨髓 或者是互 或者erneし 全身转移器,他的化疗主要控制病情,为其他的,比如说疾病治疗和其他的治疗疾病状传细胞细胞移治疗创造进行动。 那么,除了化疗以外,我们肿胸内科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我个人主要是做实体肿胀的不饱和繁殖病科领膜。 那么,我们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把他给诊断清楚了,然后呢,把他给全身检查呢,行为了全身的那个,做全身的检查,确定病状分析后,根据他的就是相关的检查呢,除了确定病状分析,应该还要确定他的危险度。 这个孩子是不是眼内清,那目前呢,是不是存在一些高危因素。那么,从而呢,就是分层治疗。 所谓分层治疗呢,在内科呢,主要是说,不同的化疗强度采取不同的化疗强度来进行治疗,从而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那么,这个肿胀内科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针对湿网膜细胞瘤呢,它主要是要,还是有一个长期的随访,很重要。 那么,随访关注一些孩子的生存治疗,也是肿胀内科的主要任务。 最初的,最初的这刚才呢,就是说,为了完成了我们的领床检查之后呢,还要在化疗,做化疗前的评估。 所以,最需要做的,是要有血尘规,血尘化,以及肌胺清除率,这对于卡博,这个用药也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医生前几天给大家介绍了,这群孩子,他的免疫功能在最初种一岁以下的孩子的免疫功能是不健全的。 那么,化疗后呢,它对于免疫呢,也是一个虚伪作用。 所以,他的最初,还有化疗后,他的免疫功能也需要关注的。 我们目前做的,叫IgCD系列。 那么,还有,就假如说我们这个孩子来了时候呢,就明显的头痛、呕吐,以及血向力异常的话呢,还是需要做肤脏和腰肺的检查。 另外呢,也应该做了眼斋检查。 那在这个病理检查呢,所有的实体肿瘤的病理检查应该都是数前的,应该是治疗前的,就是化疗前的。 如果这个病人呢,化疗了两次,做了眼斋的话,他的病理呢,有可能也会化疗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像我们的其他的肿瘤的病人呢,是要求是化疗前。 或者说,如果诊断不清楚的话,需要就是第二家医院做病理会诊。 那目的呢,就是诊断清楚来指导化疗。 所有的病人,在我们肿瘤内科的管理呢,还是就是需要在化疗前的要向家长们详细地要交代, 他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病,目前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分期,可能有什么样的危险分数。 那最大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他的肝眼已经到了疫期,应该要告诉家长, 这个,他的一线的治疗手段是眼斋,化疗后有可能,就是说让他的眼斋更安全, 而不是说,能够保护肤炎。 那么这个,就是要签订他的叫做化疗的知情同意书。 目前的各家医院都有不同的版本, 但是这个呢,是我们,在初出的股脂肪瘤的时候呢, 就和我们其他的实体留的孩子是同一,同样的要迁离化疗前的治疗协议处。 这个化疗呢,就是前面,VEC的这个方案呢,到现在来讲,对人类期的方案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化疗方案是,就是,就是来自于该理的,该理叫做医院的2003版的化疗方案。 那么,针对的就是这个,这个,尤其是双眼的,或者是双眼一侧眼摘之后,需要化疗的。 另外呢,就是23年的胎肉B7拒绝,拒绝化疗。 那么这个化疗的剂量呢,是,标准的剂量呢,是, 这个每公斤体重卡,或者是18.6毫克。 长肥心碱和,和VP16呢,是它的剂量是,大家都,都知道的。 但是,在一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是六个月以下的孩子, 体重要是小于五公斤的孩子。 那么长肥心碱呢,我们在其他的实体留的病院呢,是因为是, 要减半量,0.025毫克每公斤体重。 我们知道其他的,就是医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这是一个标准的治疗顺序。 就是,首先进肥肠心碱,然后呢,适量的水化。 第二个是卡波,第三个是可以适量的。 这是一个适量的顺序。 那,中间要给这个孩子,要给水化,水化的务力呢,主要是减轻卡波的, 情理和他的,和他的,神脏运行。 我们要求的这个化疗的间隔是三周。 之前呢,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四周。 那我们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呢, 跟该理教授也一刻商量了,就是,跟所有的实体肿瘤的这个病人的, 化疗的间隔时期是一致的,就是每三周。 实际上呢,我们的经验是三周之后的, 和中间隔时期高数,都能够达到上量标准,也就是各是一千。 那么,在化疗前呢,他的这个,身高和体重还是非常重要的。 身高呢,是为了计算那个叫GFR,计量清楚度。 在眼瞻之后呢,这个前面的专家们都已经介绍过, 眼瞻之后有些病人是需要化疗的。 那么,主要是这个是在病理检查。 在病理检查之后,如果是存在有这样的,底下的这些高温因素的时候, 那么这是眼科医生可能,对于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学习当中,就是有病理的有危险因素的, 希望是可以标准几两个那个,就是,对于C方案。 这个跟前面的那个疾病,跟前面的那个方案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病人,因为毕竟是他术后呢,有一个病理的危险因素, 因此呢,就是,呃,建议他在四个疗程, 因为是标准的,标准的话,要是六个疗程,建议在四个疗程, 间隔三个疗程的时候,要做一下,呃,就是,叫做核磁, 这些疗程的暗灭与功能等等的评估,啊, 以判断这个孩子的疗程的效率,以及存在有远处转移的风险。 高维的RB,最前面几位专家,包括那个杨,杨教授也都,也都讲过了。 那么,我们的高维的,高维的方案就是,基本上, 但是,大家是,呃,就是,呃,就是有故事的,就双眼的RB是, 因为他的,呃,化疗是他的一线治疗,他必须要争取,要保抑侧眼球。 所以,上双眼的病人,在,呃,治疗的初期,就化疗的两个疗程, 对一次方案,如果效果不好,或者是他那个效果不好, 就治疗当中进展了,流灶增大了,或者说他没有反应, 这个病人呢,就可,是叫做,呃,就是,生,叫做, 叫做,呃,危险中分,分组的,升级位高维组。 另外是有视神经受来的,还有可以,可依存在用眼来期的, 比如说,影像学,可依存在视神经受到情况呢,在他的,呃,放了前后, 免摘前后,然后,这下面呢,就是这个初学呢,这也是,呃,就是,呃, 我们的,呃,有运动共识吧,和叫做高维组的RB。 那么,高维组的这个方案呢,这个,我们是学习了就是,叫做, 约旦的一个,呃,一个,约旦的一个,叫,KHCC的, 它们的一个,呃,比较适用于大家的一个包维的化疗方案。 那就是在VEC方案,呃,VEC,除了VEC方案以外, 再结合叫VDC方案。VDC的方案呢,就是,这个叫VDC呢, VDC还是长期间,D是安危素,呃,C是防灵纤。 它的这个剂量呢,也是一个标准的剂量,都是一天的治疗, 基本上我们治疗的就是经验还是,就是,还是相对很安全的。 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内科医生呢, 那您是要关注,不管是内科医生,还是眼科医生, 您要关注它的化疗所保持的一些病毒的反应。 啊,这个,就是,这,这是常,常见的化疗药物, 不管是哪种抗种的药物,它最常见的就是心肝肾, 啊,血液的毒性。 那么在,我们当,我们现在目前用的不是一种化疗药物, 是三种化疗药物,希望是有血,血通作用。 那么血通作用在剂量很大的时候,那,除了,就, 治疗种多段的同时呢,对于割葬气功能, 尤其是血液毒性,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是加强,叫对症治疗。 那么,呃,常见的毒品呢,就是,我们内科呢, 有一个,有一个诊断,叫做骨髓抑制。 骨髓抑制呢,这个,这个定例呢,就是在化疗后的, 任何一项,就是中性粒细胞,血脚板,和性能蛋白, 有任何一项的,低于这个本化儿的这个正常质, 就叫做骨髓抑制。 它是一个血液毒性最直观的一个表现, 那,其他的毒品。 啊,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叫做静期的, 和雅致性的毒性以外呢, 那么,远期的呢,我们需要关注, 因为它属于一个生长发育器, 那么,这个需要关注这个化儿的, 神经的认知的功能。 另外呢,还需要关注, 它属于有可能存在一个第二种粒。 实际上,是把療药物, 有引起的第二种粒, 在我们,不管是这个RD,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叫做, 其他的白云病, 零大流的,还有实际流的第二种粒。 因为钓物引起的发生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就再,呃, 再介绍一下就是成人心碱。 成人心碱呢,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一线的抗种类药物。 它叫做细胞周期特理性药物。 它主要是作用力有私分裂期。 那么,它这个药物的话, 呃,如果是在每个科用的话呢, 都是要选好一个很好的静脉, 用过白神,白神, 这部分的回应期就是坏死。 另外呢,这个孩子如果是剂量过大, 有明显的毒性反应, 它表现中这个孩子很老, 很容易积惹。 再就是,它很容易出现便利。 但是,个别的孩子还是有腹性。 那么便利呢, 有严重的孩子会出现肠麻痹。 对,这个是在我们果肉内科会碰到。 就是,因为除了,呃, 室女以外呢, 我们还有神经母细胞, 它是连续用成人心碱的。 个别的孩子有肠麻痹的反应。 那么,在这里呢, 提醒就是各位专家,呃, 颜科医生们。 这个孩子呢,就是, 它的保湿大便通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就是, 人要鼓励这个孩子要多饮水。 那么,它的神经母性,呃, 包括实际上肠麻痹也是神经母性的一种啊。 它有一个剂量限制性, 可能跟它的累积量有关系。 嗯,那么, 如果有一个孩子发生抽搐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出来一下, 叫抗弥力量进行分离, 总和证。 这是一个,呃, 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病性。 它主要是一个, 稀释性的一个低纳造成的,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稀释性低纳造成的一个抽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孩子抽搐了, 那么, 它存在于严重的神经病性的话, 那么,下一次它的长肚心间感应, 肯定不能够用。 那么, 当它症状呢, 完全, 完全改善之后, 随后呢, 再,再,再恢复。 呃, 实际上, 长肚心点, 它就不随毒性, 就是化疗后。 你要是单用这个化疗药物的话, 它一周之后, 它的毒性一直是非常非常轻的。 呃, 我说的是单用, 就是单一个推辞长肚心结。 呃, 那么, 好多的就是, 专家们都在问, 那个长肚提心, 因为长肚心简并没有, 能不能长肚心提带。 呃, 我和金梅呢, 我们也, 经常也会接到电话, 就问一下长肚心能不能提带。 呃, 我们的意见是, 这个,实际上长肚心和长肚心简呢, 它的作用机制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 它的那个, 就是, 它的,呃, 就是, 神经毒性呢, 比长肚心简还要, 还要轻毒些, 但是不随毒性要重一些。 那么, 它是, 这个长家呢, 这可能国内都是这个长家。 但是, 一岁以下的孩子呢, 就是, 本身它用量就, 就很低了。 它的剂量呢, 如果是按照长肚心简的话, 它已经是长肚心简的两倍了。 那么, 在一岁以下的孩子, 尤其之中特别小的话呢, 是不建议的。 因为像我们的病人, 替代长肚心简的呢, 都是, 用长肚心简的病人呢, 多半是叫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或者是淋巴瘤, 它都是很大的孩子, 男生复发的病人, 不是一个一线的化瘤腰, 也不是特别小孩子, 就是, 似乎小孩子还担心它的安全, 以及未来的, 它的, 就是, 刚才说的, 它的近期的病人, 没有怨气呢, 也可能存在于, 有什么神经认知方面的问题。 所以, 这个呢, 就是, 目前呢, 在我们之中, 单中心没有用过,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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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托伯干, 这也是一个治疗实体种类的一线化疗药物, 呃, 它也是一个叫做细胞周期特性的, 它的作用呢, 呃, 就是,呃, 呃, 西方周期是和成立心结疗是不一样的, 它近期主要是一个骨髓的性, 啊, 然后, 它的远期骨性呢, 说, 据说是有第二种的, 但是, 实际上呢, 在我印象当中, 工作时间很长了, 也没有碰到, 就是, 是, 那个, 就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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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呃, 呃, 这个药呢, 它有一个过敏反应, 这个在我们的床上是能碰到的, 但是, 它跟速度, 跟静点的速度是有关系, 所以, 建议, 各位, 如果是第一个疗程, 就是第一次要治疗, 第一个疗程的VSC方案的话, 它的那个, 这个VPL的应该是要慢点, 起码是要, 呃, 呃, 要点三四个小时, 啊, 而且这个呢, 也是不能落败上, 嗯, 就是, 如果发生了过敏的话, 发生了过敏的话呢, 首先, 你肯定是要, 要给它先把那个化疗药, 暂时停一下, 以盐水提供, 然后呢, 这个之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病毒, 可以吃脏的, 看过不一样, 我们的经验是可能给VSC方案, 一样, 我们能够缓解它, 来去找过敏的症状, 那还可以在第一次, 还可以想说, 因为下面的速度, 会比较正常, 对,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这个药, 它在生理盐水当中, 它有消息不会太长时间, 不可能点二次, 所以点, 比如说, 缓带的速度的话, 2.5倍的盐水, 5毫克, 每公里体重, 也就那么多的盐水, 你不可能点十个小时, 可能建议呢, 再缓带一点六个小时, 这样子, 啊, 第一个良心之后呢, 大部分你们试一下, 第二个良心, 它的, 它的, 你的,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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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 就是, 你, 你有资料, 或者数据支持, 嘗吩咪, 就是, 对这个, 2B,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文心点, 差不多吗, 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资料, 没有任何资料, 而, 因为, 我们坚持, 还是用长沉地形, 对, 因为, 不可能美国进入海湾人数换养,你们就建议了吗? 成全地形,对,因为国内它存在一个,对,国内现在没有产生性质的这个药。 大家都买的很轻易,在我们中心也,家长也得要购购,这个药主要是太便宜了。 但是在我们这儿呢,如果碰到儿童的孩子,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家长还是不要购购。 另外呢,我们医院也,不同的阶段也会想到,还是坚持一个程度性质。 这个,卡伯呢,前面的几位专家也都讲过了,就是卡伯呢,它主要是有两个内心反应嘛, 一个是肾移性,一个是耳朵性,另外耳朵性的话呢,可能跟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治疗剂量, 月程时间累积量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这个就是说,针对圣灵性来讲呢, 那么它主要跟其他的主要是一样的,我们计算它的基杆清除率,就根据它的体重嘛, 还有它的身高来计算,还有它的血的指标,计算它的那个基杆清除率, 那么根据基杆清除率,我们可以拙心减量,这个是我们也有经验的。 那么基本上呢,如果说它在基线的50%以上,倒是可以减半量。 如果是50%以下,你肯定是要停化了。 然后这个耳朵性呢,目前呢,也都在做,尤其是的话,这个卡伯的化疗前, 一定要做听力的检查,尤其是几个疗生化疗号。 那么,如果是这个孩子听力有所在问题的话呢,也得要周期减量。 但是,我们的联终工作当中呢,就是对于耳朵性,有些孩子的年龄很小, 比如说前面一个疗生病,刚出现过归道感染,刚出现过咳嗽, 那么有可能它出现一个双耳的停力的一个问题。 那么经过治疗归道感染之后,它是可能力的,耳朵性是可能力的,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因,是卡伯引起的耳朵性。 那么,对于高危的病人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叫VDC方案的这个,就是环丽纤。 这个环丽纤呢,在我们实体流的这个专科呢,用的基本上每个病人都要用。 那么环丽纤这是一个它的代谢的模式。 它主要的毒性呢,一个是肾毒性,一个是膳毒性。 那么,它呢是,它在体内呢,实际上它进入体内呢,通过代谢之后才能够发挥它的抗肿瘤作用。 那么,它的儿童呢,就是大人成人的,像我们的恶性肿瘤、实体肿瘤的话呢,环丽纤是有承词的。 那么,儿童呢,肯定是,我们目前那是,都是以静脉肿瘤为主。 是要近年大于一个小时。 那么这个,这个环丽纤呢,刚才看呢,它用过之后,它有一个,就是一个叫做膀胱毒性,会引起处理性膀胱炎。 那么,那个美西纳呢,是要健康它的膀胱毒性。 那,它的用量是,在环丽纤,用单次剂量,是环丽纤剂量的40%和环丽纤一块儿用。 那么,这个对于高位的病人的话呢,也一天,至少用三次吧。 这是可以遇用的。 我们到现在的,世母的病人,还是没有碰到处理性膀胱。 最后一个药物呢,就是叫多禄比心,就是叫那个阿霉素。 它是,也是一个一线的抗击这个药物。 它最常见的是一个低脚的毒性。 那么这个药物,如果是外胜的话呢,和长生性典育一样,会引起组织绝绝绝坏死。 那么,建议呢,它有一个中央静脉,就是有一个PICC引性。 有PICC的话,可以点6个小时以上。 但是如果是一个脉中静脉的话呢, 要点一个小时以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化疗前一定要做它的芯片图,尤其是超人心动图。 心动图呢,提示呢,它的摄取分数,一般的毒性要在正常值。 如果是要在小100%,我们一般的控制在小于30%, 就得要请心脏内科,心脏内科会诊,看看能不能有阿肥素。 多半情况下,我们要是低于30%,我们都会暂时停止。 另外这个药物呢,因为像视网某种细胞瘤的病人,有一些孩子是需要放疗的。 那么这个,动物笔性它会增加放疗的敏感性。 但是如果是与放疗,同时动物老会加重了放疗所引起的病毒。 因此呢,在放疗期间,是不能够阿肥素。 看看前面的这个部分,就是各位还有什么需要分的吗? 需要分析吗? 对,因为现在那个儿童的治疗来讲,我们讲的可能就是040%。 然后,我们就想知道什么样的病人,就是说你需要转换成黄银腺或者是多的这个游柔比心。 对于现在,除了这个化疗之外,我们吃饱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动脉链化疗, 包括分析相处射的病毒。 就是说您现在还在,如果你用VGC氓氓氓不好的话, 您还在继续化疗,我们还是要选择接下来。 所以,那就得要看这个孩子的他的情况。 刚才我说了,如果是说高低的儿童的他的第一条, 如果这个孩子呢,在双眼的时候,在他们最初的阶段, 他一定要希望是保护一侧眼球的。 那化疗跟他来说,持关重要了。 所以我们的意见呢,就是说如果是他眼的疗成之后, 他还是没有,流脏没有缩小,或者他要进展了,那怎么办? 可能给两侧眼都给拿掉吧。 所以这样的话,全身治疗不是局部治疗加强, 全身治疗呢,应该是按照其他的实体流益也是这样子。 就是要更换一下化疗的方案。 所以这个时候呢,用VGC方案,应该是对于我们不同程度的, 这个性命的病人都是有效的。 就是你意思就是用两个VGC? 对,我说的是这是一个,比如说还有其他的。 你现在就是这个病人很多,像国内的病人呢,不都是眼泪气的。 你可以存在,影像学已经怀疑到,他可以失神经,有受累,是吧? 那你,如果是这两个疗生之后,还是没有明显的问题。 或者说,你已经怀疑他高位的话,就可以是直接上高位, VGC方案一次,VGC方案一次。 这样的话呢,他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达到一个很好的化疗的效果。 好,谢谢。 您说,就是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听到会到死, 或者表示运动,其实前面VGC感觉非常好, 它会出现新发症状的,像这种情况, 怎么是反射VGC呢? 这个可能我们会跟赵五人商量, 就像比如说这个,这个。 像我现在就是,我一般转,就转成别的方式了, 然后就坏下来。 对,对,对。 转成别的方式的话,孙子,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孩子呢, 首先呢,咱和目标是首先保命, 如果那要判断这个孩子的全身情况, 它是比较安全的。 目前它的那个, 它那个局部治疗是有办法的, 就是眼科的专家是有办法的, 比如说你要采取的是吗? 有些孩子他确实是, 就像前面那个,前面的很多的专家都讲了, 它可能局部的全身化疗, 毕竟是剂量很小, 它要到这个局部的话, 能度很低, 那么就可能是叫做全身治疗的基础上, 结合局部的化疗, 局部的那叫人动脉的治疗。 如果是要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觉得应该是也行。 但是这个孩子呢, 肯定说他全身的情况, 他现在没有危险, 他不是存在有远处转移的风险的可能。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的其他的肿瘤的病人, 没有说一种化疗方案, 一种搞定的, 都是说, 它是, 你比如说像神经义细胞, 它恶性程度很高, 或者恶性程度很高, 它是交替用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方案, 用两个疗程之后, 我会换一组方案, 然后呢, 会有很多的孩子, 就对一个, 比如说, 对这个VPC方案效果不好, 而对那个, 就是顺博VT16的方案是效果好的。 那么, 就是下面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孩子, 就是我除了关注主流以外, 我们还要关注这个孩子本身, 就是这个孩子呢, 他的呢, 要离传权, 他存在一个特殊的, 比如说, 我们就一对卡波, 不明的, 那可以要还要装。 我们目前也做这方面的工作。 还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 我原来用微信动画来做, 突然, 就是一个问题。 过一段时间, 又不发了, 您,就是说, 请问我有一点理解, 那种发展啊, 这时候你再加微信, 他, 过一段时间, 停止治疗很长时间了, 他不发入, 你再加微信, 但是有效还是无效, 就是, 这个耐用到这个问题, 就解释, 理解这个问题。 还是说, 就转成了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 经过一段时间, 一年以后, 或者是, 八年以后, 有什么用选它, 相应这种情况呢? 哦, 这个时候还是要, 以全身治疗为主要。 对,对,对, 我打算还是, 全身治疗为主要。 比如说, 其实眼睛会的内部。 我想, 如果是他前面, 比如说吧, 就像赵文, 你讲的,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前面只用了四个疗症。 就是, 疗症还是算是, 还交得很好。 不是说, 已经到了八个个月, 还是很长的时间。 我认为, 可能他在, 就是现在, 他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应该是, 我们的病人经验, 是应该有效。 所以, 还是说, 抗腰方案的不同性, 要消贴进行, 可能会更好。 就是, 您有一种, 就是, 这个时候, 一个专业的教授, 就是, 跟我来之外, 他大概停了, 多少时间, 你怎么判断, 对于, 已经耐用了, 可能会停了多久。 因为, 你刚才讲, 比如说顺了, 所以, 如果我已经做了, 现在吃了, 我已经做了六个, 如果上十八个月以后, 我了解你, 我知道, 您说的意思了, 我们的, 就是, 治疗当中的平均, 是有明确的标准的, 那不是我们自己感觉, 手就是大了, 小了。 比如说, 就是像圣母, 可能是以掩体检查为主, 你看它有一个小大小, 那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 两个疗程之后, 他主流思想, 到了多少, 到了, 叫做, 50%, 它叫做, 明显有效, 到了, 那个, 75%, 叫非常有效, 在25%以下, 就叫做, 叫做, 50%到25% 叫一般的, 叫有效, 那25% 叫有效, 它是有明确的, 那个, 的依据的, 然后, 它的那个, 就是评估的话呢, 也准备不了程不做, 就是按照它这个, 有标准的, 这个可能, 就前面, 就是理晋控好了, 就, 每两个要程, 不要做, 就是, 比如说, 你原来做过, 你常常会做六个的, 原来六个要程已经做完了, 有点控制的, 不错, 比如说, 或者是控制好, 或者是控制好, 或者是别的方式, 加上去做的一些, 也算好了, 过了七八个月了, 就是一年之内, 或者一年以后了, 甚至, 很有效果, 他, 这时候, 我还可以回来用微信, 我也用了, 回来再用微信, 也有效, 但是就是说, 他, 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去判断, 他是否对微信耐药了, 还是说是, 有的时候, 再,再, 回来再用微信, 我对微信耐药了, 以前用了, 我是怎样, 这个有什么, 什么思路去判断, 耐药, 实际上, 不好看的, 对, 耐药, 根据临床的可证, 我一会儿, 我今天来介绍一下, 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做的, 可能根据, 如果你这个时候, 做一下, 就是针对这个孩子本身的检查, 可以做一下, 慢点, 不好意思, 我没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咱做了很多病例了, 就是, 全人化了这种病例, 但是, 有很多不平的化学法案, 最传言的是, BCA2X, 是全身的病例, 如果是, 正要是耐药的话, 我的意思是, 其中, 以是, 换方案的时候, 你有两种, 或有一种药物, 要改变吗? 有两种, 或有一种药物, 要保持不变吗? 其中, 我知道, 传续心碘是, 必须要有的。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 我们通常情况下, 可能换方案, 不是根据医科医生的, 简单的经验来说, 一定要接见, 就是说, 这个药的组合的药带都离去, 是吧? 对。 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的, 是吧? 而且呢, 就是, 有, 我们的经验不经理上, 我们做的, 叫做, 就是, 循证的, 依据不够嘛, 所以我们肯定是, 要借鉴过来的, 它们的一个, 什么样的方案。 比如说, 下面要说的叫, 托不提康, 你不是, 你自己说, 我来给它, 加一个卡锅, OK, 它不太普通, 它要在这里, 然后, 换一种, 一种药。 好, 谢谢。 这个, 我前天特别说了, 眼外期的, 这个, 这个治疗呢, 可能就相当于, 我们经验不多, 我们没有治疗过, 呃, 几个眼外期的, 但是这个治疗呢, 实际上, 那就是需要主流内科, 呃, 要, 要做很好的工作, 那么眼外期呢, 它除了化疗以外呢, 它也要跟其他的实体肢肉一样, 它要进行放疗, 那么, 这个眼外期的这个病人呢, 它大多数呢, 都发生在中枢神秘系统, 因此呢, 就是说, 我们采用的这个化疗的药物呢, 都是, 呃, 大家可以看呢, 就是说, 它叫中枢神租性比较好的, 容易透过徐脑屏障的药物, 这还是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的, 就是, 这三种药都说过了, 叫做, 阿梅素环璃腺, 和长律性剑相对来讲呢, 它的中枢神租性比较好, 那么, 另外呢, 就是伯利的药物, 伯利的卡伯顺波, 以及一土波干的联合移动, 也会达到很好的中枢渗透的作用, 目前呢, 针对眼外期的放疗呢, 我们, 呃, 有病人在放, 但是我们医院没有放疗科, 那放疗的剂量呢, 是, 就是在, 碰到在四十一步之间, 那么, 这些病人呢, 大部分都是出现中枢神租系统转移, 可能各位呢, 都想知道, 就是说, 这个窍内注射有没有用, 在之前呢, 我记得, 我们2009年, 刚, 就是, 开始跟眼科, 呃, 做科学科合作的时候呢, 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但目前呢, 这个窍内注射呢, 没有大样本的资料, 证实, 说, rp的病人, 发现中枢神租系统转移, 窍内注射是有效的, 嗯, 另外呢, 就是, 如果说, 这已经发生了中枢神租系统转移的话呢, 它应该要做一个全脑的放疗, 那么, 局部呢, 如果是发生了局, 局造性的病变, 应该还是要在局部的要加强, 啊, 我看了一下, 就是, 他们现在做了一个二期的临床呢, 就是, 比较大剂量的化疗, 结合自己半期房移植, 啊, 那么这个资料呢, 就治疗,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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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已经开始总结了, 这三期临床, 啊, 那么, 就是, 就是一个资料, 显示了转移性的rp它的治疗, 啊, 这个治疗啊, 治疗的病例数多不多, 都是四例, 四例, 四例, 其中这个下面呢, 这个叫, 我看它的, 它的报告的四例呢, 就是, 除了,呃, 它的转移呢, 就是有, 有骨髓, 有, 有, 有淋巴结, 有骨骼, 那么它用的大剂量的这个化疗方案, 还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化疗方案, 其中呢, 应该是有, 有, 有, 有骨骼。 然后, 这个呢, 就是,呃, 这是放疗, 放疗之后呢, 它的结合的自体干细胞移植, 就是它的预处理方案, 也是包括了马达兰, 就是前一年, 张敬英教授介绍的这个马达兰, 实际上是很多的就是自体干细胞, 尸体有自体干细胞移植的预处理方案, 那么它这个四例病人当中有两个有效的, 另外的这几个,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转移性的2D的治疗呢, 肯定是包括了, 呃, 强的化疗, 放疗, 自体干细胞移植, 这可能是它的一个治疗的, 应该算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疗的方案吧, 呃, 对于就是复发的, 刚才, 呃, 眼外期的, 还有复发难治的病人呢, 目前, 就前面呢, 也有, 也有专家介绍过, 就是叫做, 托普提康, 托普提康它跟VT16呢, 它实际上是大的方向, 它的,呃, 作用机制是一样的, 那么, 托普提康呢, 和, 黄铃鲜和长毛新检联合, 可以作为难治或复发的, 这个, 是网红主细胞流的, 呃, 化疗, 化疗方法, 那我们在, 这个病人, 那我们也,呃, 这个前面,呃, 呃, 也介绍了, 这个病人,呃, 呃, 原来, 它的相对来讲, 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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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组结当中, 呃, 呃, 我们, 这个, 呃, 我们, 我们这个中心呢, 就今年是已经有六十年了, 六十年的,呃, 呃, 我们这个, 这个专业组呢, 建了将近有十年了, 呃, 我们是这个, 这个七个组里面, 我们这个组呢, 是专门来做儿童实体肿脏的化疗, 呃, 我们的这个团队呢, 是,呃, 今年是第十年, 呃, 呃, 从神经母脂胞流开学的, 呃, 那我们这几个人呢, 都,呃, 呃, 从去美国的St. George's Research Hospital 都进去过另外, 那么, 金梅呢, 还在明月也进修过, 主要是我们,呃, 呃, 就是专注于儿童实体肿脏的化疗, 因为也, 也接见了很多的, 就是先进的理念吧, 呃, 我们从,呃, 呃, 就是建筑的开始呢, 就跟多个学科, 包括两科呢, 就建立了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整治模式, 那么, 大家看我们的视网络母脂肪流, 还是在我们的诊治的这个病人数上, 排第二位, 每年至少, 这是今年的, 2016年的上半年, 受了47例病人, 还是, 诊治的病人数, 还是, 还是非常多的, 呃, 呃, 我们从09年开始, 这是, 呃, 呃, 当时赵金阳主任还在, 呃, 我们,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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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採用的主要是加拿大、國際的神經病細胞瘤的分組系統,標準化的分期分組。 我們說跟這個方案是完全一致的。 在SLP,我們還有跟甘利教授聽了他的講座。 這是美國省序的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它是一個腫瘤內科醫生,他叫Dr.Harris, 他也是專注於細胞瘤細胞瘤的治療。 我們採用的這個方案跟前面說的稍稍有點不一樣, 我們是完全建建的是加拿大多六多的2003RB的方案, 我們採用的是更大企量的。 就是卡博是26毫克,每公里體中其他的是一樣的。 眼淚期的。 那麼我們呢,就是這個,對於攝網和母細胞瘤最初呢, 我們也是跟我們其他的模式一樣。 最初的時候呢,我們除了跟其他的實體瘤是一樣的, 就是最初的標準化的診斷治療。 我們還給社網和母細胞瘤的孩子建立綠色通道, 也就是說這些病人來了以後呢, 他第一時間能夠看到門診,第一時間可以進院。 嗯,那我們在最初的這三年, 就2009年到2011年,我們把最初的這個病人呢, 進行了一個總結,還是一個非常可喜的成績。 就是我們,那我說了在2009年之前, 可能在北極兒童院,他的視網和母細胞瘤的治療, 主要是醫療的。 可能病人的化療呢,都在庭院醫院。 那在我們這兒,這個就是,總結了之後, 還是,就是他的近期療效還是非常非常好, 我們成功地保養了一個, 這就是一個很可惜的成績。 那麼,關於這個化療藥的近期療性呢, 就是說,這些補醉抑脂,還都是在, 有的,沒有男孩子說化療厚, 沒有說血細胞的感變, 只要在門診、隨診的話,是都有的, 多半都出現了一周, 那麼,應該是到第十天達到一個補醉抑脂的集期吧, 應該是。 那麼,大部分孩子不需要衣裙藥。 这么多孩子只有10个孩子需要输 另外我们也没有发生一个严重的感染 更没有一个感染相关的一个死亡 那么我们的总结显示 这些孩子对于这个方案的代数行为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卡过是26毫克的体重 在支持治疗方面 就是支持一种 这些孩子他们可能是要有呕吐的 所以我们会常规的用止痛药仅此而已 但在最初的时候怕VPL的过敏 个别病人还加了抗过敏的药 但实际上后期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要用网脱的话 主要是起到一个止血作用 我们会给第三种6毫克每瓶 这个然后10公斤的孩子 也是2.5毫克的样子 另外这就是利息到此因此 我们多半的情况下 是在第一个疗程会采用观察的数据 就是第一个疗程他化疗完了之后 然后下一个星期去看能证 看看这个孩子的血细胞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大概了解了这个孩子的 他的骨髓移植的程度 对化疗的明白性 但是之后呢之后的第二个疗程化疗后呢 就根据第一个疗程的情况 会主要请他注射了死到此因此 那么这个预防咖啡的这个事呢 就是可能我们内科呢 比较重视这个事 就是我们会给所有的化疗的孩子 我们会吃一档心脑瘤25毫克 每公斤体重分两次 每周吃三天 然后建议就是像孙主任那边 都是有很多的病人 而且要长期化疗的病人 再加上医生代化疗的病人 还是需要吃 这是一个预防的 预防卡式体脑肺炎 也就是说有些孩子在免疫功能 很不健全的情况下 又经过了化疗 经过了放疗 他很容易得这个病 所以这是一个常规的疗 那么辅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辅到他所有的治疗 结束了之后两三个月 那么随访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免疫功能呢 我们是做一个IGCD系列 这个呢 一个是体现出他的那个体裂免疫 一个是体现出他的细胞免疫 那金美主任介绍了 就是我们的总结呢 一岁以下的孩子 IGA有些孩子是很低的 就是他免疫病龙的健全 还是需要关注的 那么预防注射呢 一般的就是在停化疗之后 大概在六月 这个是不确定 我们通常会给这些孩子 还在做IGCD系列 不至于IGA特别低的时候 让他打预防症 这个我是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个例子呢 来说呢就是这个病人呢 以病人要坚持的话 我们一定要要就是呃就是我们的眼科和内科的话呢 一定要坚持就是要坚持系统治疗和随风 这个病人呢是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他最初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进行爆炎治疗 最初是一个B7 但是他有问题 他这个瘤狂很大 而且有网错 他初始的化疗呢 确实是唯一性的方案 那么之后呢就经过了一次 就剥切 剥切之后又化疗了一次 停了八个月之后呢 他复发了 复发了之后这个时候呢 他存在他累积了视神经和眼泪外积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都应该是属于叫做 呃 网易的叫眼外期的这个这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的治疗呢 就是复发之后呢 我们就给他的就是BTC方案 然后和BTC方案交替 交替之后两个疗程之后 他做了一个眼斋 眼斋之后呢 我们又给他了六个疗程的化疗 他最后总的就是复发后的那个化疗的疗程 就是八个疗程 目前这个孩子的随访呢 他是一个北京的孩子 随访了三十年 那么我们主要随访的是他是 就是眼矿的Mr和免疫功能 那目前呢这个孩子是一平生存 呃另外也没有发现 他的生长啊 以及认知的障碍 他已经注射了疫苗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在我们肿瘤的内科的工作过程当中 这人进一组年练出出来的就是叫 肿瘤的精准治疗 那么主要是说药医传学的研究呢 就是对于肿瘤治疗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我们关注的这个卡博 卡博呢 他的目前呢就是这个 这个叫Fumful Genetics 他这个网站上发布的 那么他的主要的代谢酶是这个酶 那么他的存在于他的基因的改变的这三种酶型 如果是这个病人 如果是一个AA型的话 他对卡博的这个硬打是最不好的 也就是说这张效果 可能卡博的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是要GG型的话 他可能画来很明昂的 而且他对卡博的应该是效果很好 除了卡博 除了就是这个代谢以外呢 这些呢 就是叫这个叫多药 内药的什么 贝典还有这个T-HFR 这个呢都参与了 叫卡博的代谢酶 总的来说假的说吧 做了这个这个药理全学的这个检测 那么他如果是一个高隐 他这个分比较高的话 那可能这个孩子呢 就是卡博有效 所以孙主任 如果是像这个病人 他是这样一个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他卡博会持续有效 就关注一下他进行反应就行 那么我们呢 在北京儿童院呢 也已经开始了 今年年初我们就开始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 他是一个 就是应该是一个GA型 就是这个病人 就这个病人呢 他报的是一个AA型 就是AA型就是一个病打不好 那可能这个孩子画来后 他的就是他的药物 有可能对卡博的这个药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就可以关注到 就是单一个这个微点 我们就可以问他 了解到这个病人哦 他学乡为什么我可以还 可能也不会出现 那么多的一个叫做毒性 在应该叫做毒性 是吗 不好意思 把这个答案 那如果发现的A 怎么能换药呢 我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做 因为这是三个药嘛 三个药我们不会从马上回来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 一确让我们这个药上已经有 比如说这个孩子滑到后 所以一直一卡 我们发现 他这个 他这个我们现在是常规做 但是不是 是我们的孩子 我说的啊 我们现在做的 你们这时候叫 神经不起患病的孩子 因为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还有一些检查资料 还需要跟照顾 商量 就是说需要关注 你看这个孩子他只有七个月 他也用的是叫做卡过 他是一个神经不起患病 他用的是卡过 前面一个孩子呢也是 前面一个孩子呢 是他女友选了这两个孩子 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 就是接近一个临床的 就是希望对这些孩子 能达到更精致的 就是聊天之后 那么这个世母的 多学科呢 可能我们大家呢 就除了眼科 肿瘤内科 放疗科 还有整形科以外呢 我们还针对一些眼带期 还有周末 周末的这些人呢 还需要就是叫做 关注他的那个叫做 我们还需要进行 一个舒缓治疗 那么从这个图上呢 就是肿瘤的孩子 我们这些呢 可能都在红色的内圈 然后外圈呢 都是一些辅助治疗 包括了就是疼痛的 缓解疼痛的治疗的一些 舒缓治疗 那么在我们 比肩儿童院学组合中心 我们有一个舒缓治疗团队 这是我们团队的 大家可以搜索的这个网站 这是周末主任 她的专门是 她的医治专业主任 目前呢 主要关注这个舒缓治疗 舒缓治疗呢 就是包括了病人的一些 就是周末期病人的一些 一些治疗医 以及主要是解决不仅的疼痛 那目前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她这个 有三例的 磚膜器的病人 因为有些病人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去 到她那的时候 眼睛都快掉出来了 那也没有办法去治疗 那么呢 就给 就跟周末主任联系 然后呢 这些病人主要是疼痛的 有主要疼痛的 那么就给她 她采取了酱油压的措施 另外呢 就是一个 主磊内科的医生 这是 就是说 在我们 那个 除了我们内科医生 还有 主磊内科 还有这个团队 来解决这些 一支 一支部门 对 它是一支分下来的 一个团队 在我们 对 我们每个星期二的上午呢 有叫做 舒缓止痛的 疼痛门诊 来解决这一群的孩子 一支部门诊 对 总结一下 我讲的概念呢 就是 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还有各位的共识呢 就是 眼内科医生啊 还是 还是很好的 那么 通过这个 就是这个化疗 那 导演这个会 明显的增加 那么 前面各位专家 也都 也都介绍了 那么我们重点呢 需要关注眼内科医生 如果 呃 要关注它要的近期 和远期旅行 那么我们怎样的把这个 擦的 呃 就是在达到最好治疗效果的 同时呢 能够减少它的 流行反应 是 我们需要关注的 那么 那么 对于晚期的这个 呃 单眼的耳鼻 一般都是大孩子 那么 在我们这个 就是三年的这个组结过程 当中有几个孩子呢 最后呢 就是拒绝眼摘的 或者影像学 有危险因素 也没有化疗的 所以像这一群病人呢 我们 还是说 能不能把这些 相对性病人呢 先化疗 然后呢 后做眼摘 眼摘之后呢 根据有没有 危险因素呢 再介绍化疗 相对来讲 对于单眼的晚期的耳鼻呢 这个治疗 还是 还是需要关注 另外呢 就是眼 眼外期的这个 还是需要多个学科的密切配合 那么 到底是 就是 眼外期的尤其是 单纯的像 诗珍妞受蕾的病人 那么他们的治疗呢 国外的道报呢 他50%以上的 长期的病生存 所以像我们呢 这个 动物的 像内科 眼科 密切的配合 把局部和全身治疗 如何给他衔接好 可能是达到一个 就是 长期生存的关键吧 另外呢 我们 肿瘤内科的医生呢 除了化疗以外 我们主要的病人呢 是要关注这个病人的系统的管理 各个环节的之间的衔接 以及长期随访 需要关注这些病人的生存质量 好 我就介绍到这儿 看看 好 这是我刚刚的病人的问题 我刚才发转 来 我讲完 这个 长期的新疗症 那边也是患者 小月才发业的生命 从来没有什么 我们 但是我们在我们上有 淋巴流的病人 有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病人 有 可是这些孩子呢 他正好年龄又很大 就是淋巴流病的大部分 就是前一期的 然后 白血肚子病 很少在一岁以下的孩子 得急性淋巴细胞的病人 所以 我们整个的主流中心有用 但是我们没有用 您这个化疗症状有 有 自质白血病 如果 更多年外 没见过我们的华尔有 从成为病 呃 化疗症状 您说是是吗 还是中的 其他的 无消耳症状 无消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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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曾经听 那个 Carls 他介绍过 就是他们对于 这个第二种流 就是 2D的第二种流 游泳的关系的话 可能和药股关系 不是太大 反而跟他的营育船 对 关系比较大 就是说如果是双眼的2D 可能他的 他随访时间比较长 他们的 美国的随访机制 比较好 他随访的可能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还是 就可能 就是说 有疑传倾向的 是可能 对 有可能 但是真正的 的确 我们就是 因为确实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说 他是经过治疗之后 几天 也许我们随访时间太短 是吧 对 知道 有我们的疫情 有提供 有没有什么 什么 有病毒物 导臨 有没有怎么看 有没有生病毒物 有没有痰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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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找到 可以 有没有痰疗之后 所以 我希望 我心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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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